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二字函數 在這個區間 他有最大值3 最小值5 那麼他問這個序對AB是等於多少 我們現在做討論 就是說 第一種情況的話 就是說 他如果是小0的話 那麼他的順口就向上 這個時候是這種情況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對稱總 他的對稱總是X等於多少 等於2A R1是-B 負的負2A 這個是等於1 所以他對稱總在這裡 在1的地方 然後他說0到3 0到3的話 他的圖形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是對稱總 所以他的最大值是這個 所以你把X帶1的時候 他的最大值 這最大值是3 他最小值是這裡 最小值是這裡 這個是最小值 這是who 也就是說 他的最大值 也就是說 最大值的話 就是你X給他帶1 這ME 帶1的話 就多少 就是A-A加B 這個是等於3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小值的話 最小值的話 因為這個3 比那個0 更遠離那個1 1到3的距離比較大 1到0的距離比較小 所以他下降的位置比較低 這個位置比較高 所以這是最小值 最小值 你就是帶什麼 帶3 那就是帶3 那帶3下去的話 就多少呢 就是9A 剪掉6A 帶3 36加B 這個是等於who 那我們看看這個有沒有幾 這是whoA 加B 等於3 那這是3A 加B 等於who 好 那我們來把那個A解出來看看 我給他減上去的話 這4A 等於who8 所以A 他是等於who 這個小的連 和 和 所以這是他的解 好 這個是一個解 那B的話 就多少呢 B就是3 加A 加A 加A就是加乎 1 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解 這個解的話就是 就是那個who2 和1 這是一個解 好 另外呢 一種情況就是說 如果 第二種情況就是說 如果A他是大一點的話 他往口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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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的話 他這個對稱軸 是x等1的地方 0到3 這1 這是3 好 他那個 往口就向上 往口向上的話 就是應該這樣子 這是對稱軸 好 這個對稱軸 這樣子 好 那說 最小值呢 就是這個 最小值就是me 這是who 那最大值的話呢 這是石線 最大值就是x帶3的時候 這個是3 這是帶3 好 所以我覺得小值 這個 最大值 是多少 最大值是帶3 就是3 那你帶3的時候的話是這個 就是3a 加b 這個最大值是3 最小值 就是你x帶1 這是帶0的時候 這是中間值 好 這個是最小值 這個是最大值 好 這個是中間的 好 這個是那個f e 那fe的話呢 是這個 這是who a 加b 等於的話 等於最小值 最小值是who 好 那我現在呢 把a先算出來 看他會不會大一點 1-4a 1-8 1-8 沒錯 a他是大0 a等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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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0 這是和的 好 好 因為我假設a是大0 和他a是大0 這是和的啊 啊 所以這個b 是多少 b的話是who 加a a等於2 所以是who 3 所以好 另外一個解釋 a等於多少 a等於2 t個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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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2 3 9 10 11